据环球时报10月8日报道 美国一艘核潜艇2日在南海撞上一不明物体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对此次事故表示严重关切 美方作为当事方应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 包括事故发生具体地点 美方航行意图事故详情到底碰撞了什么 是否造成核泄漏 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等 赵立坚补充到 第一 长期以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腥风作浪 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 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 第二 美方此次故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 缺乏透明度不负责任 中国济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件真相和美方意图 第三 美国和英国最近决定与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开展核潜艇合作 肆无忌惮地向亚太地区扩散核潜艇 此举将制造核扩散风险 诱发军队竞赛 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 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 美方应摒弃陈旧的冷战零核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 停止这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错误做法 为何撞船之后偷偷摸摸沉默数日后公布 进入南海的美军航母是否在掩护核潜艇进行秘密任务 这都是美方应该说清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